恭喜… 娛樂圈又有一宗喜訊 這次的主角就是陳家樂和蓮詩雅 兩人玩地下情玩足兩年 終於修成正果 正式承認已經定婚 有傳家樂相約大班好友 出海釣蜜魚的時候 為Shiga炮製浪漫的求婚環節 成功取得美人歸 身為男主角的家樂 也有透過語音訊息承認喜訊 很感謝大家關心我們定婚 收到很多朋友的祝福 也很感恩 但因為結婚的日子 還未有一個很確實的計劃 因為我們大家手上 都有些工作要專注完成 結婚的計劃和籌備 就要一些精神、時間 所以暫時先放下 遲些有好消息 一定會再跟大家分享 至於Shiga 她就同樣以語音訊息 分享成為準陳太的心情 心情是好… 也不知為何 也有點緊張 很開心 還有今天收到很多祝福 非常感恩 有些受重若驚 但因為其實關於婚禮的事 都未落實時間 所以真的要有很多時間去準備 現在稍後也有些工作要完成 加上疫情的關係 所以遲些再有甚麼消息 會再跟大家分享 首先很想多謝所有很疼愛我們的朋友 看到大家很多很疼愛我們的人 我們覺得很開心 所以… 對… 自己也是很感動的 所以多謝大家 至於一直是Shiga為阿妹的周柏豪 當然非常開心 她也為一對準身人送上祝福 蛤? 連思亚結婚? 這麼大件事? 我不知道 只是說笑而已 祝福她們兩位 都健康快樂美滿 好看她們兩位開心 恭喜Shiga 恭喜加樂 加樂和Shiga在2019年 因為一起去韓國拍攝旅遊節目 12個夏天結束 其後兩人傳出戀情 但保持低調 經常前後腳出入 就算拍拖的時候被撞破 她們依然不承認 不否認 堅持玩地下情 6月底就是Shiga34歲生日 她和加樂的戀情 可以開花結果 絕對是一份很好的生日禮物